还真有 咱们这个威友海棠说了啊 说他今年50岁 然后呢出汗特别多 所以心里总是很烦躁 睡眠不好 总生气 然后他就去医院检查了 但是说医院也没看出来有什么毛病 说挺正常的呀 也找过几个中医看 然后中医就说是这个更年期的综合症 就让他吃汤药呗 但是他又嫌汤药特别苦 就不愿意吃了 后来没办法 强吃嘛 治病呗 但是最可怕的是他吃完了也没什么用 然后就要问说 能不能通过一些食料的方法 缓解一下这个状况 是这样的 他一说50岁 这个有出汗呢 像你说的这些症状 我心里反映的第一个就是更年期的综合症 更年期 但是有一点呢 大家一定得知道 这更年期 女人49岁 更年期 它主要是一种特定的生理时期 而这个生理时期是不可以治愈的 是我们通过一种药物 一个高人 通过他的治疗之后 我没有更年期了 没有那事 那个更年期 主要是症状被缓解 因为妇女更年期 她那些症状很痛苦 我们让她的痛苦减轻 就算达到目的了 你用药也行 你用食疗也行 办法肯定有 就看她什么标准 她非要你给治愈 这做不到 是吧 容老师 说到这个事 我觉得我还挺有发言权的 我这个年纪 经历过更年期了 这更年期的年龄段 一般是45岁 差不多到55岁左右 就是根据女同志的绝经期 来判断你的更年期 你早 你可能45岁开始更年期 有的人保养得好 她到55岁 56岁 甚至58岁 她绝经 那么绝经以后 有的人没症状 很轻很轻 很轻很轻 几乎没什么症状 但是有的人就出问题了 对 烦躁出汗 我还不瞧 我还真赶上点 那小背心穿在身上 半个小时没到 热了 呼啦一脱 然后半个小时没到 我又冷了 呱唧又一穿 最后呢 我们家里人都说 你这衣服也不翻正反了 这么一脱就变反的 待会反的穿上去 再一脱又变正的了 我一个晚上 我能把这小背心啊 来回来回的 折腾个十回八回 那那个时候我怎么办呢 我没上大夫那去 我自个儿用食疗 就调了一调 这位朋友 我用的这个方法 也给您用用 也花不了几个钱 大枣十克 甘草呢六克 另外就是拂小麦 就是那扁麦子 扁麦子治这个汗呢 就是调理这个出汗 真的是 零的不行 但是有一个前提 你扁麦子不能割锅里 就这么煮啊 你这么一煮 满锅麦子你怎么喝 找一个纱布袋 把这个扁麦子装进去 拂小麦 记一记 扔到里头 一块煮 你喝个几天 停一停 看看感觉怎么样 感觉有用了 没啥事了就停了 就是这么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查疗方 那这里头呢 我也得解释解释 有人说这甘草干什么呀 甘草啊 有助于平衡 我们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 激素水平含量正常了 我们这个人也正常 那么大早呢 可以缓解身体的虚弱 还有身心衰弱 因为我们女性朋友 更年期睡不着了 烦了 什么事都不顺眼了 一个塑料盆 一脚就给揣那边去了 其实也没啥 没惹着你什么 那么再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那扶小麦 扁麦子 它为什么能下你的汗 它是滋养肝阴 它具有养心的效果 能够止汗 所以这个汤啊 我也管它叫茶疗的方法 这位朋友 您先用起来 估计十天左右 能够见到比较好的效果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阮老师给的方案 必有出处 它是有来历的 你看人家阮老师 说得很谦虚 我给你个茶疗方 实际上阮老师这个方子 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非常知名的方子 叫干麦大早汤 各种各样的女性 更年期这种问题 用它全好使 您不用客气 肯定好使 我这说完 你就给画龙点精 又别点三一笔 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这还有一个 叫暖暖的威友 他这个问题说 好多人都说这个事 冬天吃完火锅 身上有那个火锅味 然后衣服上处理不掉 然后问老师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这个真的是太讨厌了 但是其实老师 我有一招 所以我最近正在看这个家电 就有一种洗衣机 它有一个功能 叫做空气洗 就可以去除异味的 就是这个价格贵了一点 都得是一万多 会去这个味 买这么一个洗衣机 一万多 您怎么看 我肉疼 你肉疼 还不如套个雨衣吃 套个雨衣 这个事 柳老师肯定有办法 有办法解决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 咱们就用一个塑料袋 准备一个吹风机就行了 把你那有味的衣服 往那大点的塑料袋里 一放 把这个袋口缩小点 吹风机对着这边 但是那个袋的那头 得剪一个小眼 因为这边热气吹进去了 它不得膨胀起来吗 那边出气 这边吹气 吹这么几分钟 把这衣服从袋里拿出来 什么味都没有 阮老师给这方案 我估计跟孟主你说的 那种什么空气袭击 一个道理 有很多的道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每天都在为吃什么而发愁 或者您想知道 怎么吃更健康 那么欢迎您扫描 屏幕上方二维码 添加节目官方微信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千道 感谢观看